国内在有政治人物爆出逃色纠纷 一名国会议员的女助理向警方报案声称被上司 也就是该名国会议员性骚扰 而被点名的就是公正党霹雳河风区国会议员柯沙文 不过柯沙文今天出面召开记者会喊冤 她反过来指控是那名女助理骚扰她 不仅要介入她的家庭 还要诋毁她的妻子 双方各说各话 陷入逃色纠纷的就是她霹雳河风区国会议员柯沙文 她的一名女性前助理早前报警 指控她从去年底开始 不仅每天发送十几条暧昧短信 更传送色情照片和印度性经给她 让这名女助理不堪其扰 这名女子还声称她在丈夫的劝告下向这名议员辞职 对方当时向她道歉认错 但没想到不久后又再继续骚扰 面对这番指控 柯沙文今天亲自召开记者会否认 她还反指是那名女助理 每天打电话骚扰她 不仅要介入她的家庭 更诋毁她的妻子 柯沙文还说她因为同情那名女助理 有家世还有两名小孩 因此一开始她不希望将事情闹大 不过到了这个月初她已经报警处理 陪同她召开记者会的比利州行政议员 西华尼宣泽强调 这起风波目前交由警方调查 而在调查期间 柯沙文将照常旅行所有的职务工作 NTV7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